一位癌症母亲的自述 我是一个癌症病人 我抗癌了十年 在这十年里 我进出医院很多次 动了五次的手术 化疗很 经历过多个化疗的疗程 可是我没有办法休息 我每一次从医院出来 第二天就马上开工 我从早上五一点 一直工作到晚上九点 我的目的只有一个 赚钱 供养我的儿子读大学 他在念完大学四年之后 跟我说 我现在对SMU的法律课程 很有兴趣 我想再读多三年 我现在的这张大学文凭 赚不了多少钱 如果我再读多三年的 法律出来 我才能够赚多的钱 赚更多的钱 这样他说 这样我才能够 好好的照顾你和爸爸 我二话没说 继续咬牙 咬牙撑着 给他读多三年的法律试 在这三年里面 在他读大学的这时间里面 天天拿三十块的零花钱 除了三十块的零花钱之外 我得供他的学费 好不容易挨到他大学出来 他一个月 在我们七桃八桃 七朝八朝之后 才给我三百块钱 没关系 我们接受 心甘情愿的住在一起 替他还了 现在他住的这间公寓的 头期付款三十多万 一年之后 银行的转账停了 我问他 你现在怎么打算 我们又开始了一场 七朝八朝争论 才换得了他再次的 从银行转账三百块给我们 他认为 他在赡养父母 给父母三百块钱的赡养费 可是你们去想想看 我们提供午餐 提供晚餐 提供女佣 他们一天吃我们的饭 两餐 即使是一个星期 偶尔一两天没吃 这三百块钱 只是他们的伙食费 还不包括女佣的薪水 可是他们觉得 他们很伟大在供养父母 散养父母 去年的十二月 我发现 银行的转账已经停了 我好好的问他 我说 儿子啊 现在转账已经停了 你打算怎么安排 他说 妈我跟你商量一下 我现在的薪水 不怎么多 那是五千多块 我暂时一阵子不能够给你们钱 你们自己先撑着吧 等到了明年三月 我换了公司 薪水比较高的时候 才来做安排 我饿化没什么 天天照样煮午餐 晚餐给他们吃 照顾他们 一家快快乐乐的 天天晚上陪着孙子玩 可是第二天早上起来 他的老婆出来的时候 看到我坐在沙发上 却用那种 看着膝盖还不如的眼神 鄙视我的看着我 一连几个星期 都用这种眼神看我 一直到后来有一天 他曾祖文凡出来的时候 突然之间 他非常的善良 笑得很甜 妈 早 我真的是吓了一跳 怎么他忽然间转性了 回头一看 原来我儿子在他的背后 如果我说的这些话 有冤枉他的话 让天来处罚我 我天天看他那种 歧视我 看低我 看不起我的眼神 可是我没有投诉 我静静容忍他 到了四月份 我问儿子 你上一回说 三月份换了工资 薪水增加了 要做一些安排 你现在怎样安排 他带我去书房 看他的电脑 他跟我说 我现在的薪水八千 扣除工地金之后 拿回的是六千四 我有这些这些这些 一大堆的开销 最后我剩下八百块 我这八百块是要进银行的 我当时问他 这么说 你没有打算安排钱给我们 不是因为你没有钱 而是因为你 没有心 你的心里根本没有我们 我说完之后走出书房 我坐在客厅 和他的爸爸在一起的时候 他在书房里 想了一整出来后跟我说 你说的对 我也许犯了一个错 没有把你们放在心上 我现在想明白了 我打算这样做 以后我从八百块的银行存款里抽出两百 再从我的生活费里面抽出一百 抽成三百块钱给你 可以吗 我当时听了心里还挺满意的 因为我要求两百 可是他现在愿意给我三百 好 我点点头站了起来 走向门口 我必须带我的22岁的特区女儿去活动 我准备带他下去楼下活动 我的儿子跟在我的背后问我 怎么样 我每个月给你三百 你要吗 你要吗 他紧跟在我的背后 一次一次的提高声量说 你要吗 我请问你 如果你的儿子 这样子问你 你会有什么感受 当时我回头 他这么说 明明你就是要的 你的脸就是要的 可是你为什么没有回答 你要吗 我没有办法 我告诉他 up to you 随你的便 他讽刺的笑了一下说 明明就是要的 还这么说 我反驳他说 你是一个律师 你应该懂得什么话可以说 什么话不可以 什么问题可以问 什么问题不可以问 你能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吗 最后我想起 之前七桃八桃 他也只给一年的费用 所以我就转身问他 你 我心里面想 既然你打算给一百 三百块钱一个月 你会给多久 所以我问了他一句 for how long 然后我带着女儿下楼走 不到三个小时 我们运动完回到家里 他却跟这样跟我说 妈 我重新算了一下之后 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 我没有办法给你们钱 公他读了七年的大学 他说 读完法力之后 薪水比较高 才能更好地照顾你和爸爸 却原来是 你得提供两餐 提供礼拥 而他一句话 我没有办法给你们钱 继继继续心安理得的在啃老